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街道简讯通知要格外的小心 刑事局宣布破获一个假冒政府及公营试验诈骗简讯的盗刷集团 这次查气行动供逮捕科信嫌犯17人 全案已依诈欺未遭文书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地检署证办 专案小组在屏东桃源及台中等地进行搜索 由于有跨国电子票券公司发现 大批信用卡异常下单购买礼券记录 金额高达300多万元 之后陆续有银行及被害人向该公司反映有争议款项 及信用卡遭盗刷的情况 因此向刑事局报案 专案小组搜证后展开三坡查气行动 供逮捕科信主嫌等17人 并查扣SIM变换器 犯案手机SIM卡 犯案用车辆电脑及知名精品等张证物 不乏所得初估超过新台币600万元 新专案小组深入追查 发现该集团先假冒政府机关 或是公民事业 分别以ETC自来水费 停车费或是发单未缴等理由 发送软网址简讯 骗取民众的信用卡资料 在于被害公司网站盗刷 并购卖的账目 本案经报请台中地检署及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 连续执行三拨查细行动 共计查或犯写17人 查购犯案用猫磁 手机SIM卡 电脑 车辆及各类不适精品等达两张证物 在追查过程中 警方也发现 这个诈骗集团还会利用俗称猫磁的SIM卡变换器 用一只手机操控多个门号 同时扮演买家及卖家 在进行假交易 骗取电商优惠差额 这个商城是推出了一个满签送满的SIM活动 那办显示一人分之两角 既是买家也是卖家 那他是透过假交易的方式才取得这个补助 当商城确定这些交易都完成之后 会将这个差价就是一百块的补助 提供给这个卖场 那其实这个嫌犯既是买家也是卖家 所以他会取得这个差额的补助 那我们初估他大概犯罪期间获利有三十万左右 警方已经将全案一涉嫌诈欺 伪造文书 洗钱防治法等罪嫌 移送地检署侦办 刑事局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国人接或来路不明的简讯 一定要先进行查证 尤其需要输入个人资料时 更应该格外谨慎 如果有疑问 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咨询 也可以就近寻求警察机关协助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睽違多年没有在台湾公开露面的莫文卫 带着末后光年特展现身 这是继巡回香港北京后 第三站来到台北开展 由莫文卫父亲亲自撰写的文称五位介绍 即贴切地形容了莫文卫的名字 个性和演艺生涯 还有莫文卫的演唱会 唱片封面 杂志等多幅珍贵影像 组成的大型拼图墙 这是他出道30周年的巡回特展 他也特别到场分享策展里面 今天就用一个新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 所以最近都在榜了 就是这个展览 就是今年都是在筹备这个展览 我们首先是在香港举办了 然后到北京 然后现在到台北 然后因为都累积了30年的很多的 一些点点滴滴作品 回忆 所以真的要挑选 拿什么东西来展现出来 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思 我们一般在家里的时候 整里都觉得会陷入那个回忆当中 30年要选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这一定都是精挑选的人 而且我是一直收藏很多东西的那种人 而且以前刚出道的那个90年代啊 还是我们会拍照然后洗照片出来 然后我家里有一堆的照片 然后粉丝也给我很多的一些小东西啊小礼物啊 然后我都会留着啊 都会留着啊信啊什么的都会很多东西都留着 对然后今天其实这个展览我最想 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多年前拍的一本写专辑 就是文成五位啊 因为那个年代也是出了可能几百本的书 实体书然后卖完 而且是给慈善筹款的 然后卖完就没了 绝版 也那个时候也不是不是现在就是这么容易可以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 所以那些照片呢超绝的 可是就很少人有看过或者能就是 慢慢的这样去了解照片背后的一些意思 所以这次想透过这个展览来跟大家重新的分享我当年拍的那些照片 图啊一些简报啊全部是我自己挑的 自己选的 因为我就是从入行到现在我妈妈会帮我做简报 所以就收集了好几十箱的简报 历年来的一些就是各式各样的东西 所以我这些选的基本上都是跟台湾特别有关系的一些回忆 比如说我就是拍MV啊出第一张唱片啊 第一次在那个足球场看演唱会啊 拍广告啊那个摩托车啊什么的 全部都是在台湾发生的一些点点地区 由国际摄影大师夏永康为莫文蔚拍摄的文成五位绝版写真集 其中四幅经典照片更以AR技术再度展示在观众眼前 每一张照片都有莫文蔚的故事 还有由他构思以传达保护地球守护并未动物信念的原创虚拟漫画人物 莫猫宝贝也出现在展区 这个我就是画成一只花豹的那个照片呢 就是因为我的名字文蔚 其实是来自易经的一句话 就是君子豹变齐文蔚也 然后是我爸爸就是给我取的名字啊 然后是他解释给我听 就是人呢就是随着时间你就会像豹子一样 他们身上的花纹会变得越来越漂亮 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哇原来我的名字这么酷的 那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用照片的方式来解读我的这个名字 后面的意思 所以就把自己画成就是那个豹的花纹画在身上 然后就拍了这样子的一个照片 然后旁边的一张哇我记得那个全身若文蔚对是经典 现在看起来还是经典 对就是对怎么看都很好看 哈哈哈哈 自己说是不是 是是是 而且也不会再有这样的照片了 真的为什么 我做过的东西我就不想再重复 而且在那个时候就是哇就留下来一个这么漂亮的照片 我觉得就把它就一直留在那 所以那时候拍之前有没有思考再三还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好案 我们就做了 我其实我很多的决定都是很很即兴的就是当时因为重新开始就是在音乐上出发 然后当时签了滚石唱片然后就来发一张广东专辑 所以我们就想说可以用那个全身跟全心在广东化是同一个发音 所以就想说这样子就很有意思啊可以就是我们叫做全全全 其实想说是全新的末位在音乐上出发 然后我就想到啊那我们用身体来来带出这个概念 所以我就想说哦那我就全裸来这样躺在沙发上就是拍一张照片 然后上面公司听到哇怎么会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他们觉得很好 好啊赶紧拍赶紧拍 我们这次的展览叫做《末后光年》为什么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 就希望就是我们的作品就是它应该可以不被时间或空间的限制 所以就希望我们就算这么久以前的一些照片啊作品啊 我们也现在可以用一些透过一些新的技术 然后来重新品味然后或许会有新的一些体验 手机啊或者iPad啊这样 scan这个二维码 不用scan的 啊不用不用scan的 我们就对着照片 你就要有一个App然后scan它 然后然后哎 看得见吗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爆纹在闪闪发亮 那个爆纹哇就是发光的 然后有金粉这样飞出来 就是也是我们一个合作的款 然后它很有意义的 因为全球只有三百条 然后每一条就会有一个号码 那我今天带着的这个 当然你们是看不到很小了 然后是那个号码是186 然后呢为什么选这个数字呢 是168的概念吗 也不是186为什么呢 因为在201年的6月18号的时候呢 本来6月18号就是我以前我爸爸的生日 所以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 然后当年的6月18号呢 就是我上次拿到金去奖的那天 所以我就觉得好兆头 所以您就先把这个186 先奖先收藏起来了 对 特展城区串起他的过去 现在未来 希望能莫忘初衷呈现起后 孟文卫透露明年有考虑办演唱会 由于不想唱的太密集 唱次应该不多 但直呼台湾是必须的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立委高嘉瑜和南港区新西里里长 指出位在南港路三段的大型开发案 原本说都更回馈7000坪 竟然全部变成了办公室 希望市府能够重新检讨分配 台北市南港区新西里里内活动场所 位于桥下寒冬空间 噪音漏水状况严重 甚至被区公所认定危险建物 里长胡佳洋指出 国产水泥基地透过都市更新 由工业地转为特商用地 回馈了10层楼 总共近7000坪给市府 市值超过100亿 但市府竟然连一坪都没有拿来 规划设宅或任何公益空间 连一个像样的里民活动中心都没有 7000坪全都给卫生局做新办公室 这块土地是透过都市更新 回馈给市府的 但是市府却不自己来做一个实施者 如果自己做实施者的话 就可以不用跟建商分 就像我们隔壁的小湾设宅一样 整片地整栋盖完就是纯设宅 不用分给人家 所以我们的市政府是选择了一个最便宜行事的方式 来跟建商分 这个事实上是有独立之嫌的 那现在呢 我们的市府分回了7000坪的楼地板面积 但是却没有做好充分的地方跟各局处的沟通 就全部把7000坪送给卫生局当做全新的豪华 豪华办公室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卫生局 豪华办公室的那个示意图 那我们质疑的问题是说 卫生局现在不是没有办公室啊 他们的办公室就在跟市长同一栋的市政大楼里面 那你究竟为什么需要7000坪的楼地板面积 而且呢一瓶都不愿意推浪出来做任何的公益设施 包含是设斩也好 公用公托也好 日照或是区民活动中心的完全不愿意协商 里长表示此案在103年的公办公厅会简报中 明明写北市府分回的土地 除了工卫生局做办公室外 还有预计规划南港区健康活力园区 及中济期照护区等医疗卫生机关设施 更清楚写到德工本府公营住宅使用 想不到如今竟将7000坪通通都给卫生局 立委高嘉瑜也表示 早在今年4月时 他就接获习行李明 陈勤及里长反应此案 为此还特别召开协调会 当时与会的卫生局代表竟然是一问三不知 连一层楼的李明活动中心 一层楼的公用公托 李明所最需要的甚至长照 甚至我们南港健康的一个乐活的中心 都不愿意给我们的民众 大家质疑的是 这样子的一栋大楼 应该要做公益 应该要回馈了公共使用 在当初都审 在当初讨论的时候 也承诺说会来做公共发展的空间 现在是连一层楼都没有 甚至在当初的公厅会 只开过了一次 一次只有八个人来参加 这样的公厅会敷衍了事 这样子的一个决策过程 背后是有什么样官商勾结的问题 这个我们也会要求监察院必须要来调查 这一次这个回馈的案子呢 不仅让人觉得 怎么用最低空飞过 最低标准 这个40.5% 就直接让他通过 而且竟然参与合建的 照理说身为地主的事故 应该要分的比较多 可是呢 没有想到参与这个盖房子的 这个起造人竟然 分配的比例 跟我们一般合建的 照理说建方要分配的比例比较少 明显不符合逻辑 确实有这个官商勾结的嫌疑 而且重点是 这个案子从同到尾 公厅会居然只开一次只有八个人参加 然后就这样子通过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也在这边呼吁 就是这个市政府卫生局 不应该阿爸独享 这个七千坪的这个楼地板面积 其实卫生局目前过去的这个时间上 其实是市府经过讨论之后 给卫生局 卫生局目前的一个状态是 我们有一些照管中心 其实在府外的单位 他目前是在租用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有其他单位 现在是借用其他机关在使用 所以过去的一个规划 就是这些府外的单位 还有我们现在应应我们长期照顾 十年的一个照顾计划 那还有一个强化我们心理卫生的一个社会安全 的一个照顾计划 所以未来在118年的部分 已经评估可以预期 已经会新增增加的一些员工数 已经会达到一个某一个程度 所以在这个多重的考量之下 所以我们已经评估在这个需求上 我们有这样的需求 因为还有一些其他府外的单位 都需要这样的空间 好 那我们也盘点了一下 这个所在的基地是 这个南港高中的国中部 那虽然目前呢 是已经有这个三个 给长辈的这个日照中心 那我们也考量说 因为未来这个附近都更的案子很多 会有这个不管是住户 还是商办大楼 那只要是这个就是这个上班 或是住家多的地方呢 会有这个送长辈到日拖 或者是这个拖婴 因为目前是在这个小湾社宅 还有玉城国小 我们有小的公拖 那未来呢 因应这个会有更多的人 进到这个区域 所以我们也评估说 如果这个都更会不会 有机会争取的话 我们会来规划一个拖婴 跟给长辈的日照 那目前就是说 相关的需求 其实你找这问题就算 我们都有提报市值的资产工具整合会议 去做一个处理的 如果相关的 有关设宅的空间 或者相关里内的有空地 或者兴建的空间 我们都有提出这样的需求 就是看之后 有没有处计 那边就做协调 每一个适当的方便做的 那这个区域 我们也的确也提估 有这样子的需求 那如果就是西新里这边 有机会有类似的基地开发的话 我们都会配合参加 所以他历经的宝龙宾市长 还有富文哲市长一直到现在 那当初的讨论是 工电商的这个案子呢 他要回馈40.5这个土地 那其中呢包括一些可建地公园 还有道路的用地 那可建地的这个用地 因为既然要捐赠给市政府 所以当时在土方的讨论的时候 就传点给这个卫生局来做使用 所以这个背景是在103年到104年的 那个时间点 那至于这个 因为这个案子的开发 它是由都市更新的 所以呢 这个开发的模式是 国产实业回馈可建土土地 给市政府之后呢 我们跟国产实业一起来做这个都市更新 那因为一些财务上的考量 所以呢我们就是跟这个国产实业一起来合建 然后来分成 也就是说盖这栋大楼的时候 这个所有新建大楼的这个营建成本 营造成本 还有甚至这个管销的成本 这些就是由国产实业来出这个资金 那这个资金的部分呢 我们市政府盖出来的东西 按照我们跟新后的一些分配的这个权子呢 我们拿这个房地来做礼物 那至于这个如何的计算 这个成本如何计算 这个在都市更新的事业计划 跟全力变换计划里面 这个核定的内容都有载名 那这个成本的提列都是按照 标准的提列成本来提列 那怎么样去做底部呢 这个也有估价是来估 我们盖出来新建成本的这个 这个试价 然后来做这个底部 这个是在事业跟全力变换计划里面有载名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市府呢 没有负担这个相关的经验成本 跟管销成本 那用这个楼层去提补给国产实业 里长说今年六月 里长有约会议就有向蒋湾市长陈勤 市长当时表示会来了解 但如今给的回应却一样 2024总统大选将至 其中民众党与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的国籍问题引发关注 内政部长表示经查核三组六位正副总统候选人都没有国籍不服的问题 针对中选会公布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资格审议结果 内政部长刘昌受访时补充表示 经内政部查核三组六位候选人 包括遭质疑的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 及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 都没有上市或回复国籍记录 也已将结果含副中选会 三组候选人都符合内政部执长的相关规定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选会已经就三组六位候选人的一个资格 进行初步的一个审议 不过为了慎重起见 再次的含巡内政部 经我们查询的一个结果 三组六位候选人从来都没有 回复跟上市国籍的相关的一个记录 所以是确认是中华民国国民 至于外界关心萧美琴父亲 萧清芬的国籍问题 牛昌表示 经内政部查证 萧清芬从没有任何上市或回复国籍记录 自始至终都是中华民国国民 根据国籍法相关规定 萧美琴也跟大家一样 一出生就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萧美琴的一个父亲 他在之前也从来没有任何的 这个上市跟回复国籍的记录 所以他自始至终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那所以萧美琴跟你跟我都是一样 也就是说他在出生的时候 就是中华民国籍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对心智障碍者来说 绘画是一种艺术辅聊 第一社福基金会 在台北市议会一楼文化艺朗 举办以画对画公益画展 希望通过画作跟大众交流 用艺术表现同心宝贝丰富的情感世界 停在雪人鼻尖上的小鸟 还有掉牙的猩猩 充满童趣的画作 让人看见心智障碍者丰富的想象力 第一社福基金会 大力推动艺术辅聊活动 帮助心智障碍者抒发压力 满足多元感官刺激需求 与表达感觉情绪 也期望透过画作与大众交流 小鸟在吃雪人 因为雪人 它的鼻子很长 鼻子很长 然后它鼻子是用什么做的 用红萝卜 红萝卜 所以小鸟去吃红萝卜 对啊 怎么会想要画这个 因为老师教的 你画画 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很好玩 那为什么欣欣要掉牙 祝牙了 所以它的牙是祝掉的 对 那你有没有 那就他祝掉牙的时候 他的表情是你自己想的 对 颜色怎么 你怎么会想要涂这些颜色 老师教的 那你觉得画画好不好玩 好玩 哪里好玩 可以让我开心 第一社服执行长张金伦表示 很多心智障碍者有沟通上的困难 虽然辅去可以帮助他们 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内心世界 就可以透过美术活动进行抒发 我们基金会其实有外聘美术老师 那美术老师会依据各中心 我们总共有八个成人中心 都有参与这一次的画展 那我们从各中心挑出一些 很优秀的作品 来参加这一次的展览 那希望未来还有机会 也可以再办这样子一个大型的画展 让大家的画作都有机会呈现出来 我们目前有66幅的话 今天就是展示在市议会 因为心智障碍者 就是因为他们的脑机体受损 所以造成他们可能在认知沟通 或者是动作协调能力上面 都没有非常的好 那美术辅寮这样的一个介入呢 其实除了认知 然后也让他们有机会 有一些动作 精细动作的训练 然后同时又可以达到 抒发情绪沟通 还有感官的一些 辅助的疗愈的效果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多元的辅聊方式 所以我们非常鼓励 所有的心智障碍者 都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个美术课程 同时他们在作画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发现自己很棒的地方 可以完成一副作品 所以其实这对他们来讲 除了让他们有情绪稳定 然后抒发情绪 然后表达沟通 都有很大的效益 台北市副市长林逸华 也出席支持同心宝贝的画展 并感谢第一社福 在照顾心智障碍者上的专业服务 那到现在为止呢 他不只是在从原来的早聊 到我们现在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居住的部分 也就是比较救养这个部分 那另外呢 他的就业会更是花了很大的心力 包括说在一些工作技能的训练 还有他们就业的一些相关的安排 在自己也都有相关的 我记得我 比如工厂的部分 所以事实上的第一岁回基金会 是做的非常多 以画对画公益画展 在台北市议会一楼文化艺朗展出 至12月13日 欢迎民众前来参观 感受童心宝贝们 丰富的情感世界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连锁炸机店业者首度台日同步 推出限量的圣诞巨大桶 有日本直送的金黄比斯吉 还有期间内限定上市的炸机与弹塔 搭配限定的圣诞磁牌与美味的小点心 散发浓浓的圣诞氛围 情侣甜蜜的互相喂食 一口炸机一口蛋塔享受圣诞美食 圣诞节是家人情侣欢聚的日子 连锁炸机业者首度台日同步 推出限量圣诞巨大桶 有日本直送的金黄比斯吉 还有两款台湾独家口味的枫糖香蒜炸机 以及金灿盐之花可可蛋塔 搭配限定圣诞磁盘与美味小点心 充满浓厚的圣诞氛围 我刚才吃了蛋塔 它上面是巧克力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很甜 所以我不敢就是太大口咬 但其实后来吃到那个巧克力 跟蛋塔的结合 你会发现就是真的没有到 没有到死甜 就是巧克力的香味 然后跟微甜的那个味道 我觉得炸机蛮令人惊艳的 它有一点像是蒜香炸机的感觉 但是它又有蜂糖的香气 所以其实它在吃的时候 蒜的味道比较重 然后再带一点蜂糖香气的感觉 肉的话就是嫩嫩的 不多说就是嫩嫩的炸机 很好吃 其实它这一次的种类比较多 所以有点就是可以像是 一次满足各个人的口味 我会建议就是多个朋友 跟家人一起吃 不然如果跟男朋友吃 两个人吃真的有点太多咯 一定要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 蜂糖香脆炸机很好吃 因为它吃起来口感的话 其实很香酥脆之外 它的肉质一样是很嫩的 而且重点是它不一样 其实一开始吃有蜂糖的香气 还有香蒜的味道 所以它这样是搭起来 很特别耶 蹦出新的滋味 我觉得很适合 就圣诞节聚餐 跟女朋友一起来的话 我觉得非常适合 而且可以你一口味 一口味一味的 还蛮浪漫的耶 限量一万组的圣诞巨大桶 除了搭配甜蜜蜜的 圣诞节限定口味 还特别做成成价设计 用充满惊喜与仪式感的方式 享受美食 为圣诞节欢聚时刻 增添幸福感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 再来是医疗消息 要带你来看 有一名15岁的青少女 因为胸闷 头晕就医 抽血检验 确认是缺血性贫血 医生就提醒缺铁 对于还在发育中的婴儿 还有青少年 会影响到智力 还有运动功能的发展 因此要特别注意 生活饮食铁的补充 如果有疑似症状 请尽早就医评估 个案青少女就诊时 致数无感冒症状 体温正常 但经医师问诊发现 最近不时会觉得头晕疲倦 还因为起床的时候跌倒 去照过X光片 身体检查发现患者脸色苍白 接膜较无血色 头发干燥且略微稀疏 临床上怀疑是贫血造成的症状 严重时甚至会有心博过速 和心脏衰竭的表现 不容忽视 那他也自己觉得说 最近他掉发的情形 又比较明显 那我们临床上是怀疑 是贫血造成的症状 所以就帮他安排抽血检查 那抽血的结果就是发现说 他的血色素就是 确实是比较低下 而且他的红血球的体积比较小 所以他就是小血球的贫血 那我们进一步就是 因为有怀疑是不是缺铁造成的 所以帮他验了铁相关的一个数据 那发现他确实是血清铁下降 全铁结果的能力上升 还有血清的铁蛋白也是下降的 那这些 这些那个 检验结果呢 都是确定就是他有一个缺铁性瓶血的问题 那我们在卫教之后就给他口服铁剂的治疗 那平血我们比较常见的症状 包含头晕疲倦 颜色苍蓝缺乏活力等 那他们也会有这个运动不耐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运动的时候比较容易呼吸急促 然后有伤心不接下棋的情况 那比较严重的瓶血患者 甚至会有心脖过速 还有心脏衰竭的表现 那瓶血的治疗方面 就是因为瓶血的原因很多 所以重要的是说 找出他造成他瓶血的原因 然后瓶血针对这个原因治疗 才能够真的改善他瓶血的问题 那以我们这个患者的缺铁性瓶血为例 那造成缺铁性瓶血的原因呢 大概有这些 那我们大约有2%的青春期少女呢 会因为青春期的生长 急速生长 还有他们月经造成的血液流失 而有缺铁性瓶血的问题 那另外像是饮食中的铁摄取不足 肠胃道或是整体的其他部位有出血 那又或者是说他有铁质吸收不良 以及肠胃道的其他疾病 都有可能会造成他有缺铁性瓶血的问题 那缺铁性瓶血要怎么诊断呢 医师会根据病史询问理学检查 然后搭配我们抽血的结果 就可以确定诊断 那并且可以判断他的严重程度 那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在治疗缺铁性瓶血之前 就是说在补充铁剂之前呢 希望能够尽可能把缺铁的原因找出来 并且将它处理好 那举例来讲呢就是像是 如果是有潜在肠胃道出血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用糞便的牵血反应来做一个筛检 那如果说确定糞便牵血反应为阳性 那可能就要查一查他有没有像是 比如说胃溃疡啊 或是痔疮等等 有肠胃道出血的一些可能 那针对一些像是 有在刻意做节食那些饮食控制的人 又或者是说比较不喜欢吃肉类 然后导致说他饮食中有可能 铁摄取不足的人呢 我们就是可能要跟他进行卫教 帮他进行饮食调整 来改善铁摄取不足的问题 那另外像是有一些月经量 出血量比较大的女生呢 就是可能会建议他安排一些复刻检查 排除一些像是子宫肌油等等的 可能造成的原因 那把这些原因排除后 再补充铁剂 才能够真的改善患者的一个 贫血的问题 贫血治疗最重要的是 找出造成贫血的原因 并且针对原因治疗 以缺铁性贫血为例 可能和少女青春期的急速生长 和月经造成的血液流失有关 其他包含饮食中铁摄取不足 肠胃道或身体其他部位出血 铁质吸收不良 或其他肠胃道疾病 都是可能的原因 那缺铁性贫血的治疗 如果是没有其他特别原因的话 我们是以口服的铁剂为首选 那再补充几个月的铁剂之后呢 这些指数都可以慢慢回到正常 但是即使这些指数都回到正常了 还是要再补充铁剂 大概两到三个月 才能够把身体铁的库存给补足 不会又再立刻又再面临到 缺铁的问题 那口服铁剂可能的互良反应 包含了恶心腹痛 便秘等等的肠胃道症状 所以如果有发生这些情况呢 就是患者就是 就不要自行中断 要跟医师讨论一下 看有没有改药或是其他的方法 免得说他的缺铁性冰血 有持续恶化 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那最后提醒大家就是 缺铁 缺乏铁元素这个问题呢 如果对于发育中的婴儿跟青少年呢 其实是会影响智力和运动功能的发展的 那我们针对一些铁 日常生活中铁摄取不足的人呢 会建议他们多摄取肉类 内脏类的食物 以及深绿色的蔬菜 来增加日常生活铁的补充 如有出现疑似贫血症状的患者 尽早就医 以免延误治疗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台北造起来热闹登场咯 台北市政府协助店家转型 并提升竞争力 今年总共有14家 传统零售及美食店家参与 建构专属的品牌成为在地的景点 从品牌到装潢 产品包装设计 都是生活美学 刊业近50年的米古两行 透过更名定位与强化特色 擦亮形象再造空间 台北市政府辅导在地潜力店家 透过创新形态营运模式 联合传统历史与当代创意 激发店家独有魅力 迪化街成功 必须要一半的功劳给商业出 这是事实 我们是不是给他鼓励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迪化街在 我想适者就非常清楚 在十多年前的时候 南北祸一直往下降 电租一直往下降 后来因为造起来之后 加上一些活动举办 尤其年货大街或其他的 造起来文创进入之后 整个迪化街房租就涨了 我想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我想顾问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希望它造成繁荣 那繁荣哪有可能 房租不长的不可能 这个就是商业出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成功 那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支持 我们台北市的造起来 那刚才听了主持人讲的 一百七十一家非常的不简单 感谢您 感谢各位 各位 感谢我们到三天 我们台北市商业产业会 分布在台北市十二个行政区里面 我们现在有五十三个理事长在里面 我们希望是打造一个优质的平台 跟工部门做一个对接 那我们也积极的参与 店家造起来 我想这个天理都知道 我们非常支持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 引进各位的idea 进入我们的商圈 进入我们的店家 让我们的商圈店家 能够比现在更好 疫情之后 我想慢慢在改变当中 消费配比也在改变当中 只要是你是民生必需品 现在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 那非民生必需品还是有机会 那只要遭做改变的话 都会影响繁荣的未来 二十三家行店 日前在大刀城创意展秀 透过师傅的再造计划 翻转品牌成就形象 行速台北街景特色 也有不少店家虚实整合 线上线下行销并行 日益复合就来到了万华 他们家的特色是 每个礼拜都有从产品 米新鲜只送的米 所以他们家的米是最新鲜的 他们也想要米要吃新鲜的才好吃 所以我们说他们是这个 万华老街坊的鲜米藏 那原本叫义丰香号 义丰也一样侵测不了商标 所以新的名字叫日益丰盒 把义丰两个字放在中间 那我们保留他们很珍惜的 这个老的招牌 原来这个新一代新鲜湾的 乌西党也曾经在这边看到的结婚场 我们把老招牌保留下来了 但是整个店铁 像他的下面原先是 比较凝乱 比较破旧感 但是现在他们两个有任性 而且保抵安肯定 也就是打你的这个 这样的蜂蜂蜂保留下来 我知道在过程中我们先了解 在座的精神是要做什么 接下来在了解过程之后 那我们店家里面的特色跟营造 以及怎么让我们店家里面的整个经营的团队 也包含我们的里面的所有的成员要取得共识 把我们的特色做一个呈现 那当然这中间也需要我们团队这边的持续一个辅导 那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我们都知道 台北市是一个商业发展为主的一个城市 我们的产业其实是三级产业为主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财政部的资料 百分之76的店家 百分之76的一个登记 其实都是我们三级产业的一个店家 那营收呢 我们的生计达到八成以上都是我们三级产业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跟商业息息相关的 不管是我们的零售或是餐饮 在今年的一个成绩 其实都已经超越了往年的疫情前的一个成绩 不管是营收等等 这些都是有赖于我们各个产业 跟我们团队 跟我们相关的店家共同的努力才有这个成绩 那这边呢也再次的感谢大家共同的一个参与 那我们知道再起来造起来计划的目的呢 是希望说思考我们这些传统的一个店家 不管是我们的产业的或者是说我们的美食的也好 那他在整个好的一个产品之外 还需要有更多更多步道转型的问题的时候 需要有大家的一个帮忙 所以才有造起来这个计划的一个产生 那也就是我们想要的从点线面串联起来 刚刚提到这些成绩 其实再造是针对点的部分 是最重要的重重之重 那另外在商圈的福岛呢 我们也透过不同的一个活动 以我们迪化街来讲 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已经经过多年来 我们已经打下一个很重要基础的年货大街 另外我们也通过补助案 也让商圈营造不同的一个补助的成绩 这些都是我们希望来帮忙 我们各店家努力的各个方向 以再造的过程 把我们店家里面怎么把体验这个作为纳进去 以我们迪化街这个我看了一下资料 我们的麻油的一个古兔李久英 其实它本身有好的一个麻油的油油品 那我们除了是各个面向的一个福岛之外 特别把这个体验的部分也要融入进去 怎么去打油 这个动作其实就让我们回去小时候 只要厨房这边听到一个声音去打油 那我们就知道要去拿一个油品 到油店里面去打油 这都是我们儿时的一个记忆 但是也是我们这边的特色 那未来也这些都是体验型之后 那另外也增加更多更多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行销类别 这就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那未来我们造起来这个计划 因为持续来推动 有来与大家的一个共同的推动 台北造起来计划至今福岛171个店家 以大道城传统老店为起点 逐步扩散至万华区 带动街区发展 改造从城市记忆 人文美感的创意装点和互动设计 彼此串联成有趣的油城 扩散观光效应 新起动 2023台北造起来最高成功 圆满成功 记者欧郡台北报道 计划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2023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 12月23号将在基隆市立体育馆登场 记者会上市长谢国良与性感女神安心亚 共同为活动进行宣传 市长也宣布邀请安心亚 担任基隆的城市代言人 3 2 1 预祝我们的自由基隆年终演唱会 顺利圆满成功 艺人安心亚跟基隆市长谢国良 文化局长江廷梅 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 市府发言于志明 一起为基隆年终演唱会进行宣传 市长谢国良也正式宣布 将邀请全方位发展的艺人安心亚 担任基隆的城市代言人 那我们选定的2024年 我们的城市代言人是安心亚小姐 这样子 谢谢 那其实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专业的一个评选 跟一个专业的一个判断跟选定 因为我们有注意到安心亚这几年来 她可以说是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打拼 而且她也转型做全方位的艺人 大家都知道我们基隆过去来东西很好吃 山海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们我自己认为了 我们的观光的内容的活动 还有待提升 所以最近增加了非常多的内容 那我们未来的教育的发展 就业的发展等等 一定要也是要变成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的城市 所以我想在这边非常的荣幸也能够请到她 未来替跟我们的城市代言 提升我们城市的形象 尤其是促进我们城市的观光发展旅游 就是工作有压力的时候 我都会自己开车 或是跟朋友一起开车到霸斗子 然后在那边吹吹海港的风 看看一些船 然后拜拜 拜拜完之后再绕到基隆庙口去吃小吃 然后我就觉得那一天的工作的那个压力啊 辛苦都就是释放掉了 对就是基隆是温暖我的一个地方 真的很棒 还有什么地方是欣雅最爱的部分 就是美食 就是这个对不对 一到基隆就不能不去吃 可是我自己吃的是阿华炒面 这个在地人跟外地人都很爱吃 太爱了 然后还有庙口中间的卤肉饭加蛋 还有它的油豆腐 然后还有冬天我最喜欢吃那个竹笋排骨汤 哇你好专业哦 很好喝 很好喝对不对 超好喝 真的你可以这个智产在基隆了好不好 不是它是可以值得你开车从台北开到基隆 就是40分钟值得的食物 是非常值得 由于这次演唱会很夯 为了让更多民众能一起参与 基隆年终演唱会将在国门广场加开第二现场 在漫游者基地的弧形LED电视墙进行全程转播 市长也透露当天晚上将邀请基隆城市代言人安心亚 到国门广场与民众互动 这个我也特别拜托他在那天的表演结束后 他能够到我们的第二现场就是我们的国门广场来跟这个歌民朋友来做一些互动 所以在这边也特别谢谢他愿意拨控在演唱会后还跑了这么一趟到国门广场来 而针对演唱会的500张公益票如何购买 还有声帐票如何索取 市府在滚动修正后也进行说明 那首先是考量到有心人士 有可能会透过这个假传汇款的资讯来行诈骗的这个情势 我们呢决定要把公益票的这个索取方式 改为在12月11日 也就是在下礼拜一的时候 在市府办公期间 我们会在市府一楼的这个柜台服务台这边开一个专门的一个窗口 那会由呢这个我们市府同源还有伊甸基金会的同源 来配合大家来进行锁票的一个动作 那一样一张票呢请大家就是捐款1200元的这个公益票 那一样是500张票发完为止 那是公益票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市民朋友相当的关心 我们声帐的这个票声帐票的部分 那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也是同步在明天早上7号上午11点钟的时候 我们会在魅力基金的脸书来同步开放我们的云端表单 那请呢这个我们的有需要的声帐朋友可以在上面去做一个填写 那经过社会处的一个查证确实之后呢 我们会寄一个报名成功的信函提供给您 那您在当天的时候就到我们的服务柜台窗口 我们会由专人呢来配合您 把您呢就是服务到我们的这个独立声帐座位区的部分 那这张票呢它是一组是两张 就是我们的声帐朋友以及陪同人 总共是两张 那总共只有十组的部分 基隆年终演唱会12月23号星期六晚上六点半 将在基隆势力体育馆盛大登场 七组超强卡斯阵容也持续引起民众的讨论和关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在联合国任职多年的74岁英籍男子杨迈克 每年都会来台观光 对台湾风土民情情有独钟 他退休后决定移居基隆 近期还取得中华民国居留证 热爱环保的他希望在台湾推动减速 鼓励大家用行动爱护环境 拿起手机拍下基隆港最美一刻 他是74岁英国籍男子杨迈克 多次来台湾旅游 从此爱上台湾风情 退休之后决定移居台湾 最后取得中华民国居留证 成了台湾新住民 杨迈克的包包内 常常随身携带塑胶带 环保快 只要遇到台湾民众 环保使命就会上升 他在德国是做也是这种推保 这种绿色环保的这种工作 那他来到基隆来到台湾之后 他喜欢台湾喜欢基隆 他想要把他的理念 这种绿色环保的理念 推广 推广给我们台湾的每一个人 存在联合国 从事环境发展事务工作的他 在德国工作二十多年 退休之后 不忘继续宣导环保爱地球观念 Keylong is a beautiful and interesting city But what I'm not impressed with is the rubbish, the garbage here There are too many plastic bags too many cups and that's a big disadvantage of the city 他也非常喜欢吃素食 所以他就是因为环保 所以他觉得一半 他几乎都非常喜欢吃我们台湾的素食 他觉得素食非常的好 台湾新住民杨迈克热爱宣导环保 提醒台湾民众减少一份塑胶垃圾 让地球更干净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齐鲁区泰安里居住的人口众多 市公车以小型公车为主 到假日期间 坐公车就变得非常拥挤 声议员张耿辉接获反应后 请公车处派大型公车到现场试跑 一起来关心 公车处特地派大型公车到泰安里民活动中心旁边的公车停靠站 实力了解现场地形和可以回车的状况 无奈这里的街道不够大 再加上民众随意停车的关系 路口转弯处变得更狭窄 大型公车没有足够安全的回车空间 只能够放弃 也让当地长者们非常失望 由于七堵区泰安里居住人口众多 而到这里的市公车以小型公车为主 因此到假日期间坐公车就变得非常拥挤 特别对于非常依靠坐市公车 对外采买及办事情的长辈来说更是痛苦 因此向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反映后 张耿辉特地请公车处以及警察局相关单位人员 派大型公车到现场试跑 但是因为街道不够大回车空间受限 因此只能够改用中型公车及假日增加班次的方式来试试看 因为就是上个礼拜 我在这边从路经过刚好站牌的时候 有看一群我们的长者在那边等公车 然后公车来的时候上来的时候 我一看上去看的话 哇好像挤砂丁一样 大家这边都甚至站的蛮多的 考量安全起见我就回来的话 我就请公处办理个备刊 若是说在安全没有余地的话 大型的公车能回转的话 是不是在假日的时候改由我们大型的公车来行驶 那我们今天特别办理会刊 到现场看的话确实大型的公车回转有一点难度 那基于安全考量的话 我在建议我们公车处是不是在我们假日的时候 能够增加几个中型班次的车 来输引这些需要长者到我们市长还是就医的 等方便他们来使用 张可辉强调将持续和公车处协调来改善泰安里民众 特别在假日期间搭乘试公车拥挤的情况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来是好消息 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学生记忆竞赛成绩出炉 基隆二姓高中报回全国前三的双金首奖 得奖师生不藏私分享这一次的获胜秘诀 每日创作一章从暑假起步停歇 二姓高中商业类广社科陈立会同学 以独树一格的插画风格摘下全国第二名商业广告类金首奖 我的画风比较特别比较写实一点 也用使用广言 大部分选手比较没有在使用广言 广告饮料可以让你的画面看起来更 亮更干净 我们想要去找到自己的一个风格跟创意 跟别的学校不一样 这也是我们这一次为什么可以比较突出的原因 因为我们可能这样看下去会有很多的同学的作品 几乎都自己插画风格 然后我们刚好是跟大家的风格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在这一次的比赛里面就很容易突出 另外抱回文书处理类全国第三金首奖的资储科叶锦词同学 配合科内的规划以赛教学 累积实力变成应证经验值 设定一套属于自己的电脑功能快速键 在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作答 因为平常做事情就是满满的 然后这个指中又只能在一个小时内 要做完六道题目 你如果平常有些步骤 你可能要按好几下才会出来 你如果设定快速键 你可能只要一个动作 就会找到你要的东西 所以累积下来就会可以增加很多 然后思考后面的东西的时间 这是我们四年内第二度几近前三名 技职教育很重要 就是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 还有实作能力 所以固然在训练的过程中很辛苦 但是明年度我们还是会勇于突破自我 全国高中中等学校技艺竞赛 被视为高中职学生技艺界的最高殿堂 获奖的选手可以获得企业界预聘等就业机会外 也能够得到四季二专既有保送入学 及既有遵选入学的加分资格 透过这样的比赛 让技高的学生有展能的机会 也让各界能够看到技高的孩子 他们自己的前职 还有就是他们在学习方面所获得的一个成果 我相信这些孩子的技能 未来再透过他自己不断的精进 可以对接到未来他的职场 在职场上面更发光发热 鼓励孩子发挥自己的兴趣专长 并加以训练累积解决问题的经验 为未来的梦想铺好最扎实的路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